一片粽叶要历时一年 才能成就粽子的清香 一艘龙船只剩下一位手艺船人 但依旧努力新手相传 一颗粽子极其平凡 却让它与这个城市同呼吸共命运 也让两个城市的人之间 互相感知到彼此家乡的味道 台湾粽子为什么要塞那么多东西 因为满满都是妈妈的爱情 一个端午节 我们还能看到多少传统习俗和文化 他们又会跟随城市的步伐走向何方 敬请收看真实第25小时之端午的滋味 用24小时生活 第25小时思考 我是李磊 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 我国传统的节日端午节 据说端午节的叫法多达二十多个 比如端阳节 五日节 五月节等等 和所有的传统节日一样 端午节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民俗活动 我们比较熟知的就有挂昌谱 悬爱草 配香囊 塞龙舟 给小孩子涂熊黄 饮用熊黄酒 吃粽子或是咸蛋等等 就像这些各式各样的名字一样 端午节的起源也有着各不相同的说法 过端午节是中国人2000多年来的传统习惯 它最初是中国人民去病防疫的节日 而如今变成一种民俗文化的展现 实际上在上海这样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 像端午这样的中国传统节日 正在发生着演变 我们淡化了繁杂的礼仪和形式 保留着符合现代人消费观念和心理需求的内涵 五月刚刚开始 上海东南方向的崇明岛 提早沐浴着初夏的阳光 芦苇在肥沃的湿地中 茂盛地生长 陈建香和他的两个姐姐 一早便来到这片芦苇荡 找寻包粽子的芦叶 为一家人过端午节做准备 陈建香是土生土长的崇明人 从小就跟着母亲采芦叶 她知道这两周是一年中 芦叶最新鲜最优质的时候 前一个月的芦叶太细太小 而过了这段时间 芦叶又会生班长虫 所以他们必须抓紧时间 记得就是从小时候就记得 我妈妈他们采了这个芦叶 然后拿回家洗洗干净 把锅里边放锅里边煮一下 然后就拿出来包粽子了 小的时候就是沟边山都有 现在沟边山很少了 就是要到江边去采 就是有时候骑着电瓶车去采一点 采一点回家就可以了 一天就差不多 立下跟端午节就差不多够了 芦叶采摘下来 要洗干净细心储藏 此时聚端午节还有一个多月 为了能够在端午节吃上新鲜的粽子 他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准备 而对于现在更多的人来说 吃粽子并不是一件 需要等待一个月的难事 在如今很多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内 都会有这样一家粽子店 当你把时速120码的汽车停在门口 一分钟内就可以拿到热腾腾的粽子 粽子又称角鼠 筒粽 是端午节汉族的传统节日食品 通过把糯米浸润洗煮粽叶 并把不同的馅料和糯米参混在一起 由粽叶包裹蒸制而成 中国人习惯以制作食物的方式 把某种技艺保留下来 并延续传承 一如粽子 或素淡或浓郁的品质和格调 简单蕴藏其中 粽子如今已然成为了生活中 随处可见的小吃 上班的高峰 也是张春香工作的高峰 只要这一天是工作日 它便有一个早晨的生意 张春香每天早上三点起床 四点就开始在这里 为来往的上班族蒸煮粽子 准备早点 直到中午 张春香卖了五年的粽子 与这个早餐车 默默看着118广场进起 地铁开通 在见证这个城市发展的同时 他也把家安在了这个城市 成为了其中的一份子 在人们的印象中 粽子还是属于苏旦清雅的 和中国很多讲究团圆 讲究红火的传统节日不同 端午节似乎更多的是讲究芬芳 每到端午时节 这家开在城隍庙的百民药铺 都会在门口摆放一个花车 卖香囊 香囊也是端午节的传统物品 又名香带 由五色丝线刺绣而成 将植物中草药 研磨成细末 放入其中 芳香提神 端午节这一天 大人小孩子 都将它配于身上 芳香提神 因为端午节呢 一般人家 我刚才搞得他个王子 老夫做个卖 对吧 端午节吃种子 学习百姓种子做个卖 对吧 对吧 因为人人呢 人条龙嘛 大家是刚才接养人物 对吧 我们做个卖 我们做个卖 对吧 芝芯 嗯 那么 十干山手 对吧 我们现在做 对吧 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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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换在哪里的 嗯 因为我们 小年就在中国的国家 因为我们丢了小铃鞋 丢了小铃鞋 对吧 那么 十干那精致 他就丢了一遍 那么 就像 骨丁银银了嘛 这个 还要弄来呀 不丢了呀 吃呀 铃银银 还是洗清 还是水中 吃的 那个 除了吃粽子 挂香囊 传统的端午节 习俗还有很多 过端午节 是中国人 两千多年来的 传统习惯 最初 是去病防疫的节日 早在春秋之前 五月之地 就有在农历五月初五 以龙舟进度为行事 举行部落图腾祭祀的 习俗 而当伟大诗人 屈原在这一天 离世之后 这个节日 也变成了 纪念屈原的 传统节日 在上海宝山的 罗电镇 从明朝开始 就有着 赛龙舟的传统习俗 然而今年的端午节 对于罗电镇的 张福城来说 显得有点冷清 因为今年没有罗电龙船节 龙船节每两年举办一次 今年 他的龙船 仍然在镇上的文化馆中 被树枝高阁 这个是相掌的 相掌木头 相掌木头 这一颗比较好掌一点 那么多个笼子 我都要用舌木 李相来管 就是用掌木 那一人毛 毛布已经整好了 我要到李相去 洗嘎口去 来 来 真夹 作为罗电龙船制造工艺的唯一船人 最后一次做真正的龙船 在2006年 而此后 每次手养 他都会在自己家的小工作室里 做一艘龙船的模型 这一次是灵龙船 叫灵龙船的设计 哎哟 猛了 这个龙船 用舌木 木头 真实的舌木 因为舌木伤 要剩进工厂 他这个舌木当人光 吃的快没有舌木 麻不得 他每次来到 到兵王古区 就来人 去马德尔充得来 换来一个换来的 换来一个钉子 一个钉子像一个银一样的 银是什么 银是个针 三针 针配螺子 这个是钉 这个钉 这个钉已经当个钉没有 当这个钉没有 没不到的 上海是好 好时候买不到的 那像那个龙船是您设计的吗 对啊 这个设计我们没有文化 在土壁里有个车层 只不少打这样子 第三年 上阿拉 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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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能 которая 确实120次出现 好好 MARK elas 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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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 再靠多了 再靠多了 羅電龍船始於明朝 勝於清朝 那時羅電已經成為 上海北部經濟和商業的中心 來自於四面八方的文化 互相滲透交流 使得羅電龍船 從中博彩種場 形成獨有的特色 在寶山區民族文化館中 我們看到了一個 等比例縮小的羅電龍船 在中國龍船有很多種 但是大部分都是以進度為主的 那麼我們的羅電龍船跟他們相比 最重要的一個特色就是 它是重觀賞 重表演 因為我們羅電 是屬於江南水系 我們的煉起河它河道不是很寬 所以也不是很深 所以我們羅電龍船是 脫胎於原來的那個 他們本地的一個叫灘船 那麼在當時那個年代 應該說每個端午節都會有這樣的表演 從龍船開航的那一刻起 樂隊就開始演奏 那麼整個那個騎煉河上想像一下 這個場景是非常壯觀的 也是非常熱鬧的 那麼同時這些龍船 它不僅是依次行進 同時也會有一些穿插 互相的一些隊形的轉換 同時呢我們岸上的表演 也是非常豐富的 有很多演出唱戲 都在我們的陸地上進行 因此呢還有存在的一個現場 互動的一種感覺 所以在每年的那個 段午時節呢 在我們寶山的這個羅電鎮的 節日氣氛是非常熱烈的 現在我們只能通過資料鏡頭 來感受以往的那份熱鬧了 其實對於大多數人 特別是年輕人來說 掛香囊塞龍舟的習俗 已經越來越淡化 他們對於端午的記憶 或許還是以粽子為主 這顆小小的粽子 現在延續著淡淡的端午溫情 上海豬家餃 每家粽子店的阿婆 都會告訴你 自家包的粽子最好吃 我們的粽子只是上表 比人家的粽子不一樣 一天我們最近打開一天 要買五六千個 嘉興五方斋 成為了全國銷量第一的粽子企業 他們的粽餡配方 有何密集在其中 我要保證它在經過我的蒸煮以後 這個基標能夠大部分的化掉 能夠把這個米浸潤起來 然後這個米香 就能夠混合著這個肉的這個油香 來一起散發出來 包製粽子的弱葉從何而來 傳說中的三十六道工序 又是什麼 稍後請繼續收看 真實第25小時之端午的滋味 曾經山谷雲集的鄉鎮 現在變成了最安靜的地方 在崇明展紅村 楊琴家裡正在包製傳統的崇明粽子 精挑細選出來的爐葉 先用水洗淨 在大鍋裡煮沸後才可使用 豬肉來自楊琴自家的養豬廠 楊琴和妻子兩個人養了三百頭豬 是中民的牛還想來就過來 比上海的牛好吃得多 你的上海的牛插出來有一本子民 我們的江戶牛好鮮好鮮 跟了家說同志過 你剛好上海的特殊工年 竟然到中民來到鄭高森來摘牛 江戶長的時候股個牛種子 牛種子有三個牛鮑 三個牛 豬個鯨 豬個鯨 那天吃起來的時候 老吃起來的時候 小得來 各種人的牛種子 他們像各種人都有光瓦 所以不是牛種子 是蕉子的種子 有蕉子有蕉子 有蕉子有蕉蜜蜜 這個種子分別給了兩元 以前沒有二種子 還都是三個種子 三個種子是老蕉子 娛樂我來的 現在的一個年股我來的 老蕉子年股 還要股個長種子 長種子以前有的 這就是點心股要送蕉子 送蕉子給了 送蕉子給了長種子 所以它是雕妙養生 漂亮 所以我要做各種種子 那各種種子 老蕉子是肥子 要把刀水也老蕉 那麼老蕉肥子 所以牛要不肚子 那麼吃起來 給了老蕉子肥子 種子肥子肥子 牛 只要誰家包粽子 村里的老人們都會過來幫忙 阿婆范慧英 是土生土長的成名人 從十六歲起 她就跟隨媽媽一起裹粽子 包粽子的手藝 就是通過言傳聲教 承襲了下來 寫了後呢肯定有下雨 下雨呢 大陸一寺 大陸一寺 我們的長命名叫大陸一寺 各個去的陸一寺 各個陸一寺 整個陸一寺 整個陸一寺 這個陸一寺 這個陸一寺 那天呢 不說的話 他說王帝 一流啊 一定要首先有下陸一 落個大陸一寺 打陸一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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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給石窟呢 給石窟我們出去的 對吧 有些圈子 就去的 去的那個時候 那為什麼 小盲家要包粽子呢 粽子就是一個 王帝洗的路呀 那麽那時候 牧羊是幾年也 幾年沒得到 他們給王帝餵了 但是被下陸一寺 要點功勞,我們要紀念 所以保重災的時候 到隊伍接人家 在那裡,給個愛人 所以給愛人照顧一下 相機… 我們總理你會叫相機 相機照顧一下嗎 給個… 還沒… 所以給個相機 到隊伍接人家給個學,學兩天 到隊伍接個天 所以還節制嘛,動得很 媽媽,你媽媽,你上來就過來,你本本 你直接一接,你這個… 你放在屋子裡面就有這個問題 所有的味道,想得很 雖然對於端午節紀念的那個皇帝 阿婆並沒有研究過 但對他們這些上了年紀的人來說 更重要的是 節日大大小小的習俗 帶給他們的快樂 我來剝一個抓蚊粽子 哈哈哈哈 原來年紀輕人不懂了,不是了 不是,什麼叫抓蚊粽子 那什麼叫抓蚊粽子 就是抓蚊粽子的 這個粽子怎麼抓蚊粽子的 哈哈哈哈 那個意思呀,那個名字呀 他抓不來的 哈哈哈哈 楊琴家的阿婆們 今年為一家人需要包六十個粽子 而在上海另一個地方的阿婆 一天至少要包一千個粽子 這個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三國時期 就形成的古鎮 如今成為了世界遊客 瞭解江南水鄉的窗口 九條老街,千洞名柴 屋簷之下的傳統美食 都是一抹色的濃油赤醬 這裡的阿婆粽子也不例外 什麼叫阿婆粽 就是阿婆包的粽子 每家阿婆包的都是阿婆粽 但味道卻不一樣 只要你路過駐足 每家阿婆都會非常肯定地告訴你 他家的阿婆粽最正宗、最好吃 粽子好吃一點 我們的粽子質上比較好 比較比冷家的粽子不一樣 比較整天做得好一點 它這一個粽子有多粽啊 一個粽子有十兩 那它平常就沒有手 尖尖就知道了 它這一次經常包一包 粽子有手沒得成的 大小就包一年之一的 一年之一包一餐 有手來 然後粽子有米 對了 它阿婆包了多久了 我包了十幾年了 它是我的姐姐 它是包我包的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 朱家腳的阿婆粽 已名聲在外 於是各式各樣的阿婆粽子店 臨此置筆地開了出來 時刻們慕名而來 媒體們蜂擁而至 阿婆粽在傳統與商業的相互交織下 在手法和餡料的推陳初心中 衍生出十多個品種 我們最近大概一天要買五六千個 五六千枝 對五六千枝 但五千枝還要多 一天可能三萬個也有 有的訂戶一家一萬多 有的兩萬個也有 那用 八百個我們還有工人還有包 這個是四塊錢一個的種子 那麼還有 不是我們還好的有呢 七瓶五花肉 這個我們淘寶王買的最好的種子 還有淘寶王 朱家腳的阿婆粽 和崇明阿婆的粽子 有一定的區別 這裡的粽子 並不是三角粽 而是枕頭粽 由本地的稻草捆扎成枕頭形狀 裡面餡料十足 可以保證 從前到後每一口都有肉 而影響口味另一個重要的因素 便是他們使用的粽葉 不是崇明新鮮的蘆葉 而是弱葉 由於弱葉是大葉片 具有防潮、防蜂、防腐蚀等特性 一直被認為是包粽子的上好材料 我們在上海最大農產品的批發市場 也能夠找到它的增跡 端午臨近 一些乾貨店都開始進貨售賣 這種作業現在賣得好不好 現在不怎麼樣 不怎麼樣的 銷量是大概一天能賣多少 沒賣多少 銷量就沒有 像你們進這些的話 能多少時間賣掉 在走坊中我們發現 和阿婆粽的銷量正好相反 現在購買弱葉 自己包粽子的人 是越來越少了 記得在20年前 上海人家裡過端午還是另一番景象 那個時候過端午節 大家都要早早地準備 買來糯米和粽葉 差不多半個月之前 就開始包粽子煮粽子 然後送給親朋好友 端午節那一天不放假 無論是大人孩子都會盡早趕回家 為節日慶祝做準備 如今 端午節已經成為了法定假日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 環境的變化 端午的節日氛圍也在悄然地發生著變化 若葉大多產於石灰岩地區 以其葉面寬 香味濃 顏色漂亮而聞名 江西的靜安 由於氣候溫和 雨量豐沛 成為了最適宜若燭生長的環境 清晨六點 山間博物出名 靜安縣的農民吳金順 開始了每年採若葉的常規動作 山裡人家所採的每一片若葉 都是走過漫漫山路背回來的 40歲的吳金順 是以若葉為生的葉農 若葉生長條件 最適合在海拔800米以上的地帶 所以他每天都要 跋涉30里路去採摘 若竹長到葉片可以採時 已有一兩米高 當吳金順滿載著50斤重的乾若葉 起身回家時 他還要走上三個小時 等他把若葉從山上扛下 家裡人便開始整理打包 打理若葉需要花幾天的時間 若葉先按大小歸類捆綁 在暴曬至乾透發黃 之後切地 最後入庫儲存 因為千萬片若葉 靜安成了一個芬芳的小鎮 雖然生活在城市的人們 不再像以前那樣 買若葉包粽子 但是他們仍然會靜靜地等待一年 出現在另一個地方 這裡是中國最大的粽子工廠 端午節期間 這樣一個工廠 186個員工 一天可以生產34萬多隻粽子 每個果粽工 用他們的經驗 創造出一種根本停不下來的節奏 每種動作 每個姿勢 每個節奏 都是千錘百煉 從四川來到這裡打工的劉光榮 已經在五方斋工作了近十年 他一分鐘最快可以包七個粽子 就剛開始的時候我是一個撐一個嘛 然後後來我自己想就撐兩個 剛開始的時候不是撐一個的時候 他這個撐要跳嘛 然後我就想怎麼讓他不跳 就是兩個的話 他就不用等這個時間了 像這樣的生產車間 在嘉欣共有四個 曾經傳統的家庭果粽 在這裡被分割成了流水線 專業而標準地生產著每一顆粽子 這裡對於粽葉 糯米 原料的產地 質量 用量 都有著極高的要求和標準 在機械化和手工操作之間 進行一種極致的配合 就這樣 粽子被源源不斷地製作出來 送往全國各地 五方斋在解放前 它這個粽子應該來說是一個奢侈品 當時蒸煮的時間是每天傍晚 粽子下鍋進行蒸煮 然後一直到第二天的早上八點鐘 才能夠開鍋 那這段時間之內是不允許開蓋的 那它就保證了這個香味一直在凝聚 而且它要求這個火是小火 甚至連燒火的這個柴火它都是有要求的 它這種柴火一定要求是要用桑柴 為什麼 就是因為桑柴它的燃燒起來這個溫度 變化比較均勻 所以其實就是五方斋的這種技藝 這種製作技藝 它的這種非常高的這種要求 導致了它的這種產品的這種口味非常非常好 其實早在七千年前 這裡已經開始種植稻米 形成了馬家邦文化 在嘉興明清的時候 便有以稻米為原料製作而成的各式點心 成就了著名的嘉湖細點 粽子便是嘉湖細點中最為有名的一種 我們不再用古法的這種蒸煮的模式 我們用現代高壓鍋的模式 所以我們去研發高壓鍋 我們那種桃米不再用人工去洗桃 因為量太大了 我們開始用機器桃米的方式 所以五方斋呢 我們整個果粽的工藝分了36道工序 除了若葉香 糯米香還有一塊就是這個肉香 我們裡面用的這個肥肉呢 全部是用的機標 就是在北方人來他們稱之為板油 就是在豬的後背有這麼一整塊的這個機標 五方斋的要求嚴格到什麼程度 我們對於這個機標的厚度啊 都是有非常嚴格的要求 太厚也不行 太薄也不行 我要保證它在經過我的蒸煮以後 這個機標能夠大部分的化掉 能夠把這個米浸潤起來 那這個米香就能夠混合著這個肉的這個油香 來一起散發出來 五方斋粽子的產量 每年達到在3億5千萬枝左右 其中五分之一以上要供應上海 流水線的生產 讓粽子從一個時令的節日食品 變成了一種快食小吃 在五方斋的餐飲店中 每天要賣掉上千顆粽子 從點餐到食用 往往不過一分鐘 在這一分鐘裡 若葉完成了它最後的使命 它裹挟著深山的清香 出現在人們面前 粽子 據我們考證來說 它其實是快餐葉的鼻祖 無論我們現在所說的這種 中國的一些快餐也好 國外的快餐也好 它應該算是快餐葉的鼻祖 它的最早就是人們去把這種飯糰 用葉子包起來 然後去掛帶去外出 或者是我去田間工作的時候 勞做的時候 我就把它掛在田間 然後隨時可以吃的 那麼未來我們去把它的形狀 性狀或者說一些特性 去跟隨這個時代的發展 去做一些改變 那麼我想它還是能夠傳承下去 一個品牌 多家企業 到底誰才是正宗的五方斋 在中國的這個地方 有七個城市都是有五方斋 但是最重要的五方斋就是在上海 落腳上海 台灣的八寶粽究竟有哪些新名堂 台灣粽子裡面有滷肉 蝦米 還有魷魚 一顆粽子蘊含著香芹 它的滋味 是否能讓傳統節日的味道得到延續 稍後請繼續收看 真實第25小時之端午的滋味 翻譯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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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所有的传统节日一样 端午节也面临着节日文化的遗失与守护 当年家家户户通宵果粽子 煮粽子 街头巷尾 纵味飘香的情景 这份热闹已经大不如从前 端午节的很多习俗在某种程度上 被人们越来越淡化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 我们将如何留住这些传统节日习俗 又该如何传承端午的传统节日文化 在上海的云南南路上 同样有着一家名叫五方斋的店铺 每天早晨这里最为热闹 弄堂的茶馆几乎踪迹难觅 这里成全了居住在附近的老人们 喝茶聊天的清闲愿望 这里的高坛点心专柜 每年有七八十个品种的糕点 一年四十八节 每个十节都会退出二三十种 到了端午节 应节的粽子自然拥有很多老派的拥盾 加兴的五方斋是1932年 上海的五方斋创建1858年 在中国的这个地方 有七个城市都是有五方斋 但是最早的五方斋就是在上海 当时有一个叫沈津州的老人 他从苏州过来 就是在上海南京路上开了一家 以高堂为主的点心店 在我们辛亥革命 就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两年 他为了支持那个 整个南京路开展的那个霸市活动 那个霸市的信号呢 就是在五方斋的这个店里发出的 五方斋最早开在上海 这是不是意味着 上海的五方斋才是最正宗的 对于这个说法 加兴的五方斋集团并不认同 加兴五方斋靠粽子出名 如今已经占据了国内市场的半壁江山 他在上海也开设了多家门店 光凭这一点就能说明 他也同样赢得了上海人在味蕾上的认同 以粽子出名的就是我们这个浙江的这个五方斋 那么在八十年代新的商标法 这个国家通过以后 我们注册了五方斋的这个产品商标 所以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只有我们浙江五方斋 才是能够去卖五方斋的包装 带包装的五方斋粽子 应该严格地来说 以后可能叫五方斋粽子的 应该只能是我们来叫 其他的都不能够叫五方斋粽子 在上海杏花楼五方斋的工厂里 我们看到了他们制作上海口味肉粽的全部过程 工厂并不大 几乎每一道工序都是手工完成 品种是上海人们最常吃的几个口味 进来台湾的单独院 到大厚的工厂里面 再给大家看 同时是大家可以收到一段时间 是否本地区达出 有所带的工厂 在它现在有一个工厂 发生了一些工厂 是必须 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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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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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種子顏色要比嘉興武方的種子顏色要淡 不是它的醬油顏色很深的 第二個當中 我們上海武方在那些大陸中的肉 它不是用醬油醃漬的 嘉興他們是用醬油醃漬以後當中 時間稍微放長一點的 就是像鹹肉的口感 我們這個肉的新鮮的程度要比它好吃得多了 不是用醬油醃漬的 我們是用其他方法給它做成的 所以它的清香味道和它的顏色都沒有那麼深 口感也比較細膩也比較滑嫩 所以說和它有明顯的不一樣 同樣是百年老店卻做著不同的種子 同樣叫做五方斋 有著不同的歷史 這樣的問題 使得兩個老牌之間 總是有著剪不斷裡還亂的糾纏 但對於老百姓來說 一個名字的歸屬 並不如自己的味蕾歸屬來的重要 這位來自台灣的小店老闆 則希望把小時候媽媽留在自己味蕾中的端午滋味 傳遞給更多的人 蔡俊哲來到上海八個月 之前開了一個台灣小吃店 她的家在台南 為了保證自己的小吃都是台南最正宗的味道 幾乎所有的原料都從台灣運過來 而台南有名的八寶粽 正是她的主打 台灣粽子裡面有滷肉 備注 鹹鴨蛋黃 栗子 香菇 蝦米 還有魷魚 再來就是第二主角花生 台灣最重要的就是糯米 台灣的粽子是腸糯米 這邊買不到腸糯米 只有原糯米 那腸糯米的話會比較Q 然後原糯米會比較軟糯 所以我常常說我們在這邊包的粽子 只能達到七八分下 因為主角就不一樣了 然後上海人比較喜歡吃軟糯一點的粽子 那台灣粽子喜歡拌涼 然後很Q 有一點口感 然後攪起來更香一點 差別就在這裡 以前在台灣在七零八零年代的時候 物質比較匱乏的時候 只有在這個時候五月節 可以吃到這麼豐盛的一個粽子 所以說你們會覺得說 台灣粽子為什麼要塞那麼多東西 因為滿滿都是媽媽的愛心 那這些粽子都是當天包的嗎 對 因為我們這邊主要就是說 講求這些東西的原汁原味 但是說這種東西不能大批量生產 只能手工這樣剝 然後有時候 粽子好不好吃也關係到 包粽子阿姨的心情 她心情好 包得好一點 心情不好抓 只要粽子就很醜 由於店小成本高 除了在廚房燒製食物的阿姨 整個店前 只有蔡俊哲一個人張羅 從點單 收帳 烹飪小食 端盤到收台 都全由她自己打理 她告訴我們 她把這些當成一種快樂 像朋友一樣款待每一位客人 提到最快樂的事 她說 就是有家鄉的朋友來找她喝酒 吃著自己做的東西 聽著熟悉的香音 看著人來人往 她很享受這份忙禮偷寫 今年端午 蔡俊哲的小店即將迎來的 第一個上海端午節 她並不知道多少人 會買她的粽子回家過節 但她希望 每個買她粽子的人 都能感受到 這份淡淡的端午滋味 記憶起家裡媽媽的味道 一個城市 一個節日 常常伴隨著無限商機 端午節日來臨的前一個月 上海的街頭到處可見 包裝精美 製作考究的粽子禮盒 現如今 家家戶戶圍坐在一起 裹製粽子的場景 已不多見 取而代之的是 商品粽的大型祈禱 似乎 城市的端午節 由此變得單薄而無趣 這就不禁有人會擔心 我們是否正在慢慢丟失原來的那份傳統 在寶山區國際民間藝術博覽館裡 正在舉辦著端午民俗文化活動 活動請來了不少民間藝人 主辦方意在把消失的民俗 藉由這次端午活動重新展現出來 稱大乘 踏中奎 五色縣編織淡代 吃唐人 包香囊 每一個民俗 對於這些孩子們來說 都興奮不已 在他們的書本中 也許寫著有關端午節各種的來歷 但親身經歷這些民俗 則是完全不同的體驗 城市由人組成 文化由人創造和傳承 而節日文化會隨著城市的發展發生改變 在單純的環境中 它完美地延續著古法 在文化撞擊的環境中 它又會相容相生 展現出各種新的景象 傳統的節日 也可以有現代方式的傳承 一如粽子的滋味 既有傳承又豐富變化著 對於上海這樣一個效率至上的城市來說 花一天的時間包粽子煮粽子 聽起來似乎有點奢侈 對於很多人來說 端午節的這些習俗和很多民俗一樣 或許已經是一種記憶 一種新傳 端午節這一天 也許你還在加班 也許到現在還沒有吃上一口熱熱的粽子 也許賣香囊的店已經關門了 龍舟比賽也已經明年再見 但只要你還記得兒時那份粽子的清香 在回家的路上 在路邊的便利店裡 在簡單的短信祝福裡 都能找到那份溫馨的端午節日情 餐桌上它美味無窮 火爆了深層的夏日 媒體上它爭議不斷 吸引了大眾的眼球 市場上它利潤可觀 改變了眾多農戶的命運 小龍蝦它究竟從何而來 短短幾十年裡 它又如何迅速成為食客們爭相品嘗的寵兒 敬請收看真實第25小時之 探秘火爆小龍蝦